這是台灣的聲音 東方 東方 來這裡 千萬起床 讓你講話吧 加油 加油 這也是台灣的聲音 還有多少聲音沒有被聽見 發問我們是看到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一些隊友 自己的隊 未來你打算在台灣定居嗎 可以的話當年定居 這邊怎麼說 也是一個民族自由的地方 每個人都有可能變成那小部分人 你沒有公義 你不能維護基本的人權 但你就沒有完全的安全 在這狂亂的年代 思考讓我們自由 就要聽晚報 聽見新聞之外 歡迎收聽就要聽晚報 我是婉如 今天是4月6號星期一 親民節剛過 嗯 今天禮拜一的安排 則是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在最近呢 婉如看到我們的曾經 央廣的一個很熟悉的受訪者 他的父親過世了 嗯 他的父親 是日本殖民時期之下的知識分子精英 原本是希望能夠擺脫日本殖民 迎接國民政府的到來 但是在228事件之後呢 對於國民黨的政權感到徹底的失望 而這樣的一群台灣的年輕人 在當時轉而寄望於充滿著 平等理想新中國色彩的共產黨 當然因為這樣子的選擇 而捲入了國共鬥爭的大時代洪流 而導致那一代的台灣知識青年 籠罩在白色恐怖的陰影當中 而在今天我們的受訪者 就是華人民主書院的董事會主席 曾建元曾老師 我們一起來聊 他在今年2月份剛過世的父親 曾群芳老先生 好 建元老師你好 婉儒和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說到您的父親 因為在今年2月份的時候 才剛剛過世啊 但是在這段時間 我們看到陸陸續續的 有非常多的文章 在回顧您的父親曾群芳先生 如果您沒有就是 轉載這些文章的話 我們真的不知道曾老先生的身上 曾經這麼的曲折 所以來我們想先請曾老師 跟我們談談 您一開始怎麼知道 自己的父親在他年輕的時候 加入共產黨 不過我先跟聽眾朋友說 很有意思的是 現在張建元老師 是在華人民主書院 是一個相對於支持民主 與自由的組織 然後反對共產黨 是這樣嗎 是 如果了解 我父親那一代 台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的話 其實他八年的參加共產黨 跟我現在的反共 其實我們的理念是一致的 我們有共同的價值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們兩代可以對話 我們當我知道我父親的年輕的故事之後 我們我跟他當然從一方面是父子的關係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在知識或是對一些價值的問題上面 其實我們心心相襲 這個心心相應 我們變成了戰友 變成了統治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過程對他充滿了懷念 所以說我開始知道我父親的往事呢 其實也是他把我當成一個真正的大人之後呢 他才告訴我這些事情 也就是說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要直到大學畢業 考上了研究所 他才告訴我他年輕的時代 就是我同樣的年紀的時候 他曾經有過的這些遭遇 那父親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他是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的時候 他是曾經正好碰到這個太平洋戰爭 所以呢 日本呢 就把中學呢 就是縮長了四年 1945年的那一屆呢 正好是四年級的那一屆呢 他可以提前畢業 那我父親呢 就很幸運的在那一年考上 台大法學院的全身 台北經濟專門學校 那在日本時代呢 是和台灣總督府的醫學校 也就是台大醫學院 還有台北高商 另外就是台北帝國大學 這三個學校呢 後來就構成了這個台灣大學 就現在的台灣大學 是是是 二十八的時候呢 他應該是十六十七歲 念大專 二十八的時候十九歲 二十八之後那一年呢 他參加了共產黨 對很多當時的年輕人來說 他是具有一股吸引力的 是 其實在日本時代呢 就是這樣 其實日本政府 它是反共的 你參加共產黨呢 事實上也是違法 在日本它有一個自然維持法 在日本時候也會受到這個監禁 但是呢 不至於說到變成判問罪 去處死 對於共產主義的相關的這些書籍 知識的這個閱讀啊 其實是開放的 並不違法 所以呢 他念這個 台北高商這個學校的時候 其實學校裡面就有關於這個政治經濟學的課程 而且資本論呢 是他們上課當中必讀的 在日本時代的台灣的這個學校裡面 這是一個公開的課程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門課 所以 對於那一代的學生來講 他們 當然他有一定的門檻 就是你要念到大專 你才有機會讀到這些東西 而且你才有機會讀得懂 那所以他是有個知識門檻的 我念大學的時候是1980年代 比較主派的思想 當時台灣還是戒嚴時期啊 戒嚴時期嘛 所以大學不會教 不會教這些東西 你只有在研究所 讀相關的科系呢 當然就 當然這方面的課程就很多了 是是 可是那時候您是已經念到研究所 才接觸這種人文思辨的思想 可是您的父親19歲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的陸續接觸 左派的思想 應該是說 對應該是說 系統性的知識 哦 是是 他是67歲 進入到台北高商 他就開始接觸了 是系統性的知識啊 是 那你平常閱讀 那就另外一回事 像我的話是到研究所 那麼才開始 系統性的在這個地方 來進行閱讀跟專研 那之前 那是在台灣的校園 或者學術性的 或者意義性社團當中啊 非常流行的思潮 因為只要是政府反對的 那大家 年輕人都喜歡去看嘛 到底政府反對 反對些什麼 所以它其實是一種 在當時在學運的社團 1980年代 它是一個流行的 一個文化現象 對 可是1950年代 要跟這三個字 共產黨牽扯在一起 就不是好玩的事了 是的 對 就是說 共產黨被 國民政府宣布為這個判斷團體 大概是在1947 1948年 在中間有兩年 兩年多的時間呢 國共當時是 核阻這個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所以共產黨也是受到 國民黨 國民政府的承認 共產主義的理論 或者共產黨的組織 在中國大陸 當時也是合法的 雖然它 國民政府統治的地區 共產黨 它不能以黨的名義 來公開活動 但是 我們也知道說 像周恩來 毛澤東 他們當時參與 國民政府 這個國民參政 擔任國民參政員等等 他其實在政壇上 也是非常活躍 周恩來領協呢 跟當時的國民政府提議 當時國民政府的主席 去講中正 提議呢 在抗戰結束之後 怎麼樣 來重建這個中華民國 所以呢 是共產黨提出這個 和平建國綱領 然後呢 受到這個 國民政府的接納 然後呢 也在共產黨的提議之下 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 那麼展開和平建國的這個事業 我們回過去看 當時脫離殖民地 地位的台灣 他現在迎接的是一個 台灣人 想像中可以自己當家做主的一個 即將步入現在民主的新中國 那你可以想像 他們當時的心情啊 是多麼充滿了這個期待 是 共產黨的這個這個政治路線呢 是可以蓋過叫做新民族主義 新民族主義呢 他談的就是說 要在那個孫中山的 三民主義的基礎之上 那麼針對中國的這個問題 這個需要呢 那麼共產黨應當來遵循 這個孫中山的這個三民主義 所以共產黨就是對外宣稱啊 他們是繼承這個孫中山的 這個三民主義的這個精神 那所以呢 他們要提出來的民主概念呢 是超越什麼 是超越當時西方的 所謂的這個權力分離 那麼認為說這個 從蘇聯引進的這個民主集中制 這是新型的民主 當時共產黨呢 他談的這個新民族主義呢 其實概括來講就是 其實就是憲政主義 或者是民族主義 democracy 那當然就讓很多的台灣 我想也不是台灣人 當時很多的這個中國大陸的青年學生 就對共產黨產生的這個幻想 也產生了錯覺 我覺得也是那一代的這個青年學生 或那一代中國人的悲哀 也就是說他們在國民黨跟共產黨之間呢 之外呢 他其實沒有什麼第三條路可以選擇 因為這兩個都是黨國體制 其實是事後諸葛來看這件事情 選錯黨選錯邊 你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樣了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時代的一個悲劇 因為那個時候是無從選擇 你不論選擇國民黨或選擇共產黨 他其實我們事後來看都是黨國體制 都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的國家 這個時代的洪流就把這些個人的命運 全部就卷了進去 的確 像曾經緣老師 您自己當年是參加學生運動 野百合是30年前的事 但是您的父親思想更為前進 因為他當時參加的不是一個學生型的運動 總而是一個政黨 二八是民國36年 1947年 那麼當年的六月 學校是暑假過後 那學校恢復這個上學上課 那他是在六月的時候呢 跟同學都一起參加了這個共產黨 不是您的父親有跟你談到這一段嗎 他有 因為在二二八的時候呢 他當時的確有參與過這個反抗運動 等於說是沒有成功的 沒有成功的一次的一個學生的武裝起義 那所以在1947年六月呢 他參加了第一校長之後呢 就參與組織 因為他當時是台大法學院的學生 就在台大法學院呢 就組織了這個 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學生工作委員會的台灣大學法學院支部 哇 一個小夥子 對 在那個大時代之下敢做這樣子的事情 當時他們還沒有 還沒有什麼 所謂的態度思想 他們只是想說這個 如果國民黨不行的話 那麼共產黨可能是 一個選項 一個選項 是 所以共產黨照理講 他在當時他是一個 在中國大陸他也是一個擁抱這個 進步價值啊 一個憲政主義的 這樣一種民主國家的政黨 我父親是這樣 他1948年大學 台大畢業之後 他就投入到這個地下黨的產業支部 那我父親後來呢 他是到台唐 他考進那個台唐公司服務 或者共產黨也預期 台灣的解放是遲早的事情 所以 當時我父親他們工作就是 他在台唐 就是怎麼樣讓台唐 不要受到在這個解放戰爭當中 不要受到破壞 能夠讓台灣的現狀呢 保持到最好 然後讓這個 中共解放接收之後呢 台灣能夠馬上恢復 他的職場的運作 所以他們當時的工作呢 並不是在破壞 是在保全 那個可能 他們擔心會 這個國民黨以交土政策 來進行抵抗的時候 他們怎麼樣來維護台灣的這些 公共設施 或者這些那個 這個企業 好 所以靖遠老師 從歷史上來看 這一群當時在台灣的年輕人 並沒有等到這所謂解放的時刻啊 1949年10月 這個共軍在古林頭戰役當中大敗 所以呢 在法戰爭呢 可以說是讓這個 國民黨政府和中華民國呢 在台灣呢 絕處逢生嘛 就等於台灣守住了 被國民黨守住了 是的 其實那個時候的台灣人 可能對於古林頭大戰 對看今天有不同的看法 是 台灣離中國大陸最近的地方就是新竹 就新竹這一代嘛 新竹市的 南辽是離中國大陸最近的港口 然後新竹往南一點地方 竹南 竹南跟新竹市之間呢 它有一個中港溪 那中港溪上面呢 有這個中貫公路跟這個中貫鐵路 那那個是呢 一個台灣呢 就是說那個南北交通當中的 一個最狹窄的地方 因為一邊靠海一邊靠山 所以呢 當時他們的想法就是說 如果中共要登陸的話 這邊是最好的地點 然後他們只要在新竹 苗里這個地方呢 把中港溪上面的這個鐵道 鐵道跟公路呢結斷 那等於說這個台灣呢 就斷成兩半了 所以在這一代呢 地下黨其實是非常活躍的 好 其實還有好多的故事 時間的關係 我們這時候先休息一下 稍後我們再來聽 曾建源老師聊他的父親 繼續回到就要聽晚報 我們在今天節目裡訪問到是華人民主書院董事主席曾建源 建源老師來談他的父親 所以您的父親有因為這樣子被關過嗎 有 因為後來 因為其實1950年的1月呢 地下黨的領袖 叫蔡孝乾 蔡孝乾在台北呢 低度被捕 後來他順利逃脫之後呢 結果又在隔了幾個月之後呢 在嘉義足旗這個地方呢 那麼也是這個行蹤敗漏 也被政府逮捕 那後來蔡孝乾就被 就向政府投誠了 那投誠之後呢 他就招出了這個地下黨的組織 所以呢在5月23號這一天呢 當時這個國防部啊 政治部的主任是蔣經國 那麼他就在台灣主持這個全省的大逮捕 那我父親就是在這一波大逮捕行動當中啊 他逃亡大概有一年半的時間 後來國防部呢 總政治部呢 他又定了一個辦法 就是呼籲啊 這個他在逃亡當中的地下黨分子 要出來自刑呢 自首或自刑 也就是說你只要自刑 然後辦完這個自刑的程序之後 那就政府呢 就是這個寬大了 對待既往不救 的確我父親是自刑 那所以他的確是無罪了 他被羈押完之後 是無罪開示 那但是我父親 他其實並沒有完整的把 他的組織的情形 跟政府來報告 所以後來呢 他的一位小學同學 那也是他的這個 當時新竹地區這個支部的 一位同志呢 尤其看政府做的檢舉 這些自刑 本來已經辦完自刑的 這些同志呢 再次被逮捕 不過這一次的話 就是說我父親也是 當然有運用了一些關係了 那還有些當時 也是心疼這些 今年的前途的一些長輩 那麼他們也許不認識 像我父親這樣的人 那麼願意倾出全力來幫助 這邊我要特別提到一位 就是那個洪福貞 洪福貞大律師 他是這個本來是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 軍法處的副處長 可是呢 他當時就退下來 成為律師 他不認識我的父親 可是在我的家族的請托之下 那洪福貞呢 幫了很大的忙 那洪福貞後來就成為那個 我們台灣來講就是刑法 跟軍法學界的一個大師 她的女兒很有名 就是我們前任的一個 交易部長和中央研究院 副片長曾志朗的夫人 洪蘭教授 所以到最後父親就沒有遭受到關押了嗎 對他只是遭受到這個羈押 那總共羈押的時間是 就兩次嘛 前後兩次 所以加起來是 兩個月半 兩個月半 這算當時不幸中的大幸了 對 他是實際上他是 因為他逃亡 他逃亡的時間很久了 大概有一年半的時間 這是真的是比較辛苦 因為他等於說這個 這個台灣全島 他繞了一圈 他在逃亡的過程當中 也曾經得到瘧疾 比較很難想像 就是說一個大學生 然後他就逃亡 最後要去吃那個收水 那也維持他的生活 我父親後來被找到的時候 那個自信辦法頒布以後 他的家人到山上去找他 他被發現的時候 是那個 頭髮的鬍子都很長 就跟一個野人一樣 曾經緣老師 像您這樣子這麼的 具細密的說出這些細節 是父親跟你說的嗎 還是後續 其實陸陸續續的 你看到了一些資料 在裡頭看見父親的聲音 我父親就跟我說 就是我念那個 政道三民主義研究所 他都跟我講說他過去 也曾經參與過這個 反對的運動 參與過地下黨 可是很多的細節他不願意談 我父親他對政治上 還是有非常大的不安全感 他覺得這個 因為當時還是國民黨執政 哪怕是這個 當時他的大學的學長 李登輝當總統 當國民黨黨主席 他還是覺得這個黨國體制 都有可能隨時會復辟 還有加上那些特務的組織 還是存在啊 那個密材這種制度 對他們講這種恐懼 他還是存在 所以他不太願意多談 他只是跟我警告 就是說要小心 自己的這個行為 就是這樣而已 那其他他就沒有再多說 他也不太願意說 那你怎麼知道這麼多呢 所以我就很好奇 那他不跟我說 我就問他的同學 是 他的同學 他的大學同學 有時候就跟我聊天 所以我就會趁那個 我爸爸不在的時候 就偷問他們以前的事情 一開始他們都跟我講說 快去參加共產黨的事情 一開始都是知無其辭 不然就說別人亂講的 不然就說他們被迫的 不然都講這些東西 後來等到那個 特別是什麼 這個2000年 公元2000年 政黨輪替嗎 政黨輪替 陳和扁當總統啊 民進黨執政呢 他們才敢講說沒有啦 那不是被破啦 或是被 或是被誤陷 他們的確是參加 而且是自願參加共產黨 可是這個事情得埋在心裡 這麼這麼久 到公元2000年 才能夠好好的說出來耶 其實也沒有很 很完全的說出來 為什麼呢 就是說當時的這些 這些左翼的政治受難者呢 他們被關到這個軍事監獄啊 被關到綠島呢 他其實是跟台灣本土啊 這個社會的發展 他是脫節的啊 所以像我父親來講 就是這個 他很幸運 他沒有被關到綠島去啊 那所以呢 他在台灣的這個社會 他的思想就開始改變了啊 特別是在像 比如說中國大陸 在1957年發生的這個 反右派鬥爭啊 毛澤東說以這個 引蛇出動的方式啊 這個把那個知識分子啊 做全面性的大整數 在監獄當中的人 他接受不到這些訊息嘛 或者是他看中央日報 也覺得是假消息 在外界的人呢 他知道這個共產黨 不是他們當年 所想像的那個樣子 對應該是很挫折吧 就是我當時所期待的共產黨 那個有理念的共產黨 現在不是 怎麼會這個樣子 對 所以他們也覺得說 台灣的解放啊 不能再替代共產黨 真的是比國民黨還糟啊 所以要靠什麼呢 要靠自己 台灣人自己的力量 所以台獨的思想 是這樣慢慢的 慢慢的發展出來 最後時間不多了 但是我想有個問題 請教建元老師 就是您的父親 他曾經有機會 領取二二八事件當中的 政治受難者補償金 但是他拒絕了 對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一般人來說很難想像 對我父親一直 他也是告誡我們 就是說 這個錢絕對不能拿 但我也尊重其他政治受難者 因為 的確他們應當受到平反 然後 在過去受難的過程當中 經濟等等都受到很大的打擊 可是我父親的想法是說 中華民國 所謂過去的國民黨政權 他也經過政黨輪替了 所以現在這個中華民國 它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那這個像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人 事實上是台灣人的國家 納稅者是台灣人 台灣人民 所以政府拿錢來補償 來賠償台灣人 就是說讓台灣人民來承擔這些責任 這個責任變轉嫁到台灣的 一般老百姓的納稅 納稅者身上 他覺得這是不對的 因為這責任是在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又有龐大的黨產 他認為拿國民黨的黨產 來賠償或補償他們的 當年的這些政治受難者 不應該用國家的預算 這是我父親的想法 所以他拿我自己口袋的錢來補償我自己 那他覺得這個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是是 那另外一點呢 另外一點呢 就是說他自信之後呢 其實我們是被長期監視 直到這個台灣民主化之後 那個監視警察機關 特務機關的監視才鬆手 所以會到您家 這個你還有印象是嗎 我記得小時候就是三不五十 就是警察會來查戶口 但是我們以前是以為這是正常的現象 以為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都家裡都會有警察來嗎 對 後來才發現說 這個警察知道我們家查戶口 我母親去菜市場買菜 聽到那個神谷六活鹹鹹鹹鹹鹹 然後看到我母親就好像推第三色這樣 他才知道說原來鄰居都以為 我們是那個犯了什麼刑事的犯罪了 因為想到是政治犯 那我自己比較切身的感受就是那個 在大學參加這些學運 也受到這個監視 職業學生的監視 這是我清楚的 但是並不會感到那麼恐怖的 我父親 他當年的確是要推翻國民黨 推翻中華民國了 所以他是一個反抗者 他不是被冤枉的受難者 他只是只是失敗的 就是本來要推翻這個政權 但是沒推翻到的一個行動失敗者 我想某種程度上他也不屑於 去拿中華民國的這個錢 我父親他後來的這個政治上的這個理念 其實跟我現在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認為就是說 現在台灣有了這個憲政民主 我們要好好的把我們這個制度 壓扒維持好 這才是真正的台灣人出頭天 要去期待外來的政權 來解放我們台灣 台灣只有靠台灣人自己的努力 贏得這個國際社會的尊重尊敬 當然從現在共產黨的這個概念當中 他等於說他就是太多分子了 他的整個心路歷程是將演變過來的 也就是說台灣這個光復以後 他曾經期待於這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後來失望 然後再期待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後來也徹底的幻滅 所以呢 現在他們的想法 就是靠自己 台灣人自己站起來 最後曾經遠老師有選播一首歌曲 是高醫生的作品《長春花》 老師為什麼您會想選這首歌呢 因為高醫生他日本時代 就是小有名氣的 他也很有音樂的天分 所以呢他也做了很多的這個 很有名的很好聽的曲子 但都是日文 都是用日文來寫作的 所以這個我父親在他的葬禮上面 我們為他找的幾首歌曲呢 其實都是他喜歡的日文歌 但我父親並不知道 像他可能也沒有聽過《長春花》這首歌 因為這高醫生的作品 他在高醫生過世之後 有幾十年的時間 是沒有機會發表的 那麼所以我父親他也沒有機會 聽到這首歌 但是這首歌所表達的感情 我想是屬於那一代跨越 戰前戰後那一代台灣人 所共有的 所以在一次地下黨的前輩 這個吳勝潤 他的新書發表會上 那我就為吳勝潤先生 來先唱這首歌 我父親可能在在世的時候 我沒有機會唱給他聽 但是今天我可能利用這個機會 也讓聽說朋友分享一下 這首歌所傳達出來 那一代知識分子 台灣人 他有一種 倉良的一種心情 好我們來聽 曾經文老師親自演唱的這首歌曲 《長春花》 同時今天這樣子一整集聽下來 大家也感覺到 從日劇時代的精英知識分子 然後經歷了國民政府時代 到現在的政黨輪體民進黨執政 那個世代的長者 慢慢地隨著時間而凋零 一個又一個 可是他們的故事 需要繼續地流傳下來 繼續地說下去 讓大家能夠了解 到底我們的上一代的人 經歷過什麼樣的大歷史 而他們怎麼去面對 怎麼去抉擇 我們在今天訪問到的是 華人民主書院的董事會主席 曾建源 曾老師 也謝謝曾老師 今天跟我們的連線 謝謝 謝謝